音乐 我们今天开始介绍平行版波道 的te mode te的坡 te形态的坡 那te坡里面呢 它是电场 transverse direction 就是横的 因此它重方向 就是z方向的分量等于0 h呢 則可以有重方向的 所以hz不等于0 那么我们就假设hz 它这个向量 它只跟y 跟z有关系 因为我们是假设 x方向 这个板子是无限大 所以跟x hz无关 那么把这个向量型态的 我们把它分成 横界面 坐标有关的hz0 还有就是 是圆着z轴 传播的 这个方向 exponential -gamma z 那么我们 现在就要解出 hz0 或者hz0 是等于什么 那我们就要解 这个微分方程 这个微分方程呢 因为它是一个二阶 线性的 微分方程 那么本来是偏微分 现在因为hz 仅仅仅跟y有关而已 所以它对y做偏微分呢 就是对y做一般的 微分 好 这个解我们都很熟悉 我们可以用sine 跟cosine 来表示 好 那么 我们把这个hz 把它微分一下 就是取它的第一次导函数 那么就得 dhz over dy 等于a'cos hy 加上b' sin hy 那么为什么要取这个呢 因为等一等 我们底下就知道了 因为在边界条件来说 磁场呢 磁场它的邪率 为0 也就是说 磁场的切线方向啊 有极大值 磁场的 磁场 在 导体表面 它的最大值是 是切线方向的分量 那么 因此 我们就说 hz 跟dy 对dy 对dy的第一次导函数 就是hz 对y 来 画出曲线的话呢 这个曲线 在y等于0的地方 就是dhz dy 那y等于0的时候 它要等于0 另外一个就是在 导体b 就是y等于b 就是y等于b 这个导体表面啊 也要等于0 也要等于0 因此我们就 因为a'已经等于0了 那么它只有b' sinh y 好 那么我们再把 第二个边界条件 带进去 就是y等于b的时候 dz b over dy 要等于b' sinh b 等于0 那么我们现在 由这两个 第二个式子 我们知道 它一定是 sinh b 等于0 那么 sinh b 等于0的话呢 那hb就要等于npi h就等于npi over b 那么n 是等于123456 好 那么我们把这个 h 跟h再带回去 带回到 这个 因为a等于0了 这一项等于0了 对不对 A' 等于0了 那么 带到这个里头去 那我们就得hz z0 y等于bn cosnpi over b 增上y 这个n就是说 你这个地方 你这个地方n 每等于某一个值的时候 那这个b呢 就是不同 就是n用不同值的时候 这个b的值就不一样 因此我们就用bn来表示 好 那么 现在我们就得到hz了 这个函数我们知道了 就是h h厂的z分量 那么我们再把它带到10 带去16 到10 带去19 9 我们就得到其他的分量 其他这四个分量 OK 那就是带出这个 这个式子 那么hz就是用这个bn cosnpi over by 来带 那么 这个分量就等于 这个 那么我们要知道这个h 就是npi over b 所以你这个 对y来做偏微分的话呢 它等于负的sine npi over by 还有这个要提出来 npi over b npi over b 提出来 它跟这个h可以约掉一个 所以只剩下一个 其他都一模一样的做法 那么 我们就得h y 是这个值 e x y 等于这个值 然后h x 跟e y呢 都等于0 那于是我们现在 六个分量都知道了 ez是0 hz等于这个 然后 其他四个分量在这里 都有了 六个分量都有了 然后我们就要看它的 呃 传播常数 这个传播常数啊 跟tn波是一样的 一样的 所以它仍然等于这个东西 那么 当γ等于0的时候呢 就是说 这一项跟这一项 这个是我们将来要 apply的这个 frequency 如果这个 比这个大 就是一个传播形态 这一项比这个小 那就是 一种见识心态 那么 所以在 这两个相等的时候 这两个相等就是γ等于0 这个时候的omega呢 就是所谓的 cut off frequency 等于这个 于是 cut off frequency 就是这个东西 cut off frequency 要记一记 好 那现在我们看 当n等于0的时候 hy 是0 ey 也是0 你看哈 这个当然是等于bn 这个等于0呢 这两个都是0了 这四个都是0了 五个都是0了 连那个ez也是0了 那 那 那这个 除了这个之外呢 电磁波其他分量都是0 那这个时候呢 就没有所谓电磁波存在了 那只有电厂存在 只有h厂存在了 所以说 平行板波导内 的电磁波 它没有T10 这个模式 没有 好 现在我们看一个例题 这个例题是要我们写出 平行板波导中 T1 mode 它的电厂跟磁场 这些分量的瞬间值 瞬间表示是 并且画出平面上的电力线跟磁力线 好 T1 1 就是说 N等于1 那电厂分量不为0的向量呢 只有 这三个 只有这三个 用N等于1带进去啊 这个当然不等于0了 这个是sine 它是N 对不对 1的话呢 也不见得就是0了 对不对 如果它是0的话 就一定是0了 这三个 不是0 好 那么 我们现在就把这三个 只剩下这三个 那我们就把这三个的瞬间值 瞬间表示是 就是它的time harmonic form 写出来 它是等于 hz的话呢 就是等于这个 成为exponential j beta z 因为现在是一种 传播模式啊 所以它的gamma呢 就等于 j beta z 等于jbeta ok 好 那么乘上一个exponential j omega t 于是呢 取real的话呢 这里都没有 叙数啊 因此就是cosine omega t 减beta z h y 这个component的瞬间值也是一样的做法 我们把 这个值 乘上z方向的 exponential jbeta z 再乘x ponential j omega t 因为这时候取real 它这里有个j啊 所以我们后面就要取 就是 j sin theta j sin theta j sin theta 不 等于正j sin theta 正j sin theta j sin theta j乘x就等于 -1 所以就变成j 这个 sin这个东西 这个值呢 也是一样 因为它有一个j在这里 所以它就是这个值 所以它就是这个值 所以我们就不仔细看 跟这个一样 它的瞬间值都有啦 那现在我们就要看它的磁力线跟电力线 以上的三个不为零的分项里面呢 是什么h h有两个分量 z分量跟y分量 x呢只有一个分量 所以啊 x呢 只有一个分量 那么也就是这个 这个值 但是我们现在当然要看磁力线 你时间就不能让它行进啊 时间行进的话 这个磁力线没办法画啊 那我们就 某一个时刻 就是 t等于0这个时刻 这个是0了 对不对 这个1 这个是0了 负负得正 就是这个东西 这个就是它的电力线方程式 由这个 是可以知道 电力线 电力线 它的这个 电厂 电厂强度了 它是随着什么 y 在y方向呢 是随着 sine y pi y over b而变 在z方向呢 是随着 sine beta z 而变 所以 这两个方向啊 我们 看这个 在这里呢 我们看呢 y等于0 它是0啊 y等于b呢 也是0 那只有 y等于二分之b的时候啊 它是七大值 所以呢 它是从 下底到上底 上底也是0 下底也是0 当中是一个 等于 好像波幅一样 所以 上底到下底是半个波长 那z呢 因为这是有无穷多 啊 无限长啊 所以它就是从0 开始 要看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等于0是0 这个东西等于π的话呢 也是0 它等于二分之π才是波幅 对不对 它就按这个形态 再 再 再变动 如果这个 大于π的话 就变成负值咯 等于我们看到这个 电力线就 电力线在这里 你看这个是磁力线 我们先来看电力线 电力线 电力线是这个 你看 在0的时候是0 我们先看y方向 y方向我们刚刚讲说 下底跟上底 都是0 对不对 随着这个变 这个等于 0的时候也是0 这个等于b的时候也是0 0的时候也是0 这个等于0的时候是0 它是y over b 等于b的时候 也是0 你看电力线 对 这是0 这是0 你看这个密度 电力线的密度越来越大 到这里越来越大 越来越小 到这里越来越小 0 0最大 然后磁力线呢 不是磁力线 这个方向 这里是0 然后这里二分之π是最大 π的时候又是0 然后到这边就反过来了 对不对 它这个方向反过来了 也是0 最大直 这个最大 大家可以看出这一点来 这个是电力线 电力线 电力线 好 那现在我们看 磁场它有两个分量 一个是y分量 一个是z分量 那我们就在yz面上来看 因为它有两个分量 所以我们就 就 就看这个h 因为它现在是一个 有y跟z component 这个hz也带进来 这个hz也带进来 然后这个就可以 b1消掉了 这个是tangent by 1分之y 乘y 这个就是tangent hz 好 那么这个是代表 斜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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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它斜率 y等于0的时候 也是0 y等于b的时候 也是0 对不对 对不对 那我们可以看它的尺力线 外在0的时候 你看 这个 所有的这个线 都是0 斜率 都是0 对不对 好 这个是 对象 z呢 它还是从这个 0开始 0 这个z等于0的时候 这个beta z等于0的时候 是0 然后 到beta z等于2分之π的时候呢 变成无限大 我们来看看 你看 这个地方的斜率 这个地方斜率是0 那么2分之π这个地方呢 它的斜率就是这个 无限大 就垂直上去 所以这个 这个也是一样的 因此我们就知道 它这个斜率啊 这无限大 无限大 0 这就是一个 一个 大概是一个椭圆的样子 好 那么 所以呢 我们现在可以 因为这个 我们可以积出来 所以我们就讲 它的 它的 磁力线 好 我们把这个 把这个式子 这个 从这里开始 y的向 变成它的系数 z的向 变成这个系数 来积分 积分 那这个积分呢 就可以变成 这样子 这应该是 π分子b才对 这个应该是 π分子b 怎么搞的 没有弄 所以结果这两个 b可以约掉 因为你这里要积分 你一定要需要一个 b分子π 对不对 你乘一个b分子π 给它 你就要除一个b分子π 所以这个地方应该是 π分子b 好 那我们呢 都是 π分子b 那这个变成 logs 就是一个 这两个都是 不定积分 我们把它的 常数 就写成这个 常数 好 于是呢 我们现在就可以 把这两项 都是 π分子b ββ 约掉了 所以就变成 我少写了一部 logsine pi y 乘上 cos βz 要等于 logs 比如说 那 于是 loglog 都不要了 就变成 这个 就变成 这个 好 这个就是它的 电力线的方程 你按照 yz 你把 z 当变数 把 y 当主变 z 当 次变数 这个数 因变数 哪一个当 次变数 哪一个当 因变数 都没关系 你画在 yz 面画出来的 磁力线 就是一个 椭圆 这个 te 1 mode te 1 mode te 1 mode 的 这个 电力线跟磁力线 我们看这个 电力线呢 它 只有一个 电场只有一个分量 所以就看这个 就好 这电力线是打叉 或者打点的 你看 sine y等于0 跟y等于b的时候 电力线的密度都是0 强度都是0 y等于0 跟这个地方 都是0 y等于2分之π 2分之b的时候 就是这个地方 你看 都是最强 最强 然后z也是一样 0的时候 是0 π的时候 也是0 2分之π的时候 是最强 磁力线 因为它有两个分量 yz面 这是yz面 所以在yz面上面 我们看 dy over dz 斜率 这是磁力线 这是磁力线 在 y等于0 跟y等于b的地方 这个磁力线呢 斜率都是0 y等于2分之b的地方 tangent 2分之π 是无穷大 你看 2分之b的地方 它的斜率 都是无限大 ok 磁力线方式是这个 是从这里求出来的 当然我们这里 没有办法画它 看这个就行了 z也是一样 z等于0的时候 penging的是0 所以这个 penging的是0 这个斜率是0 看到 斜率是0 等于π的时候 斜率也是0 那么等于2分之π的时候 就是在这个地方 斜率就是无穷大 不穷大 不穷大 这个是 t1 mode 再来我们就要看它 能量的传输速度 energy transport velocity 为什么要讲这个东西呢 原因就是 我们以前讲过 在平行板波导里面 传播的 phase velocity 是这个字 group velocity 就是这个字 我们在一般的特性里面就讲过了 这两个速度啊 都是跟frequency有关 你看到没有 都跟frequency有关 那如果都跟frequency有关的话呢 那我们一般的波导 它不是 传一个 单一频率的一个波 它用来 传讯号 讯号呢 它有很多很多的频率啊 它包含很多的频率 才能够构成一个 一个讯号 好 这么多的频率 的信号 现在在这个波导里面传播 因为frequency的不同 每一种成分波 它传播的速度都不一样啊 那传播的速度不一样的话呢 那么 凡是频率低于截止频率的 通通被滤掉了 就是无法传播 只有大于它到frequency的 这个频率 才能够传播 因此这个讯号里面 就有一部分就不见了 一部分成分波不见了 那你这个波型 就跟原来不一样了 而使得讯号啊 就产生失真的状态 那因此呢 我们要讲波速啊 就是这个讯号的传播速度 我们没有办法用单一的群速 来代表波导内讯号的传播速度 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呢 波导内的讯号呢 我们就要用什么呢 要用能量传播速度来表示 看它的能量传播速度 能量传播速度 我们首先看它的定义 energy velocity 它是传播功率 这时间平均值 传播功率 超z轴传播 这个功率 它的 本来它是一个瞬间值 我们对时间来做 做微分 一个波场里头的 时间平均值 是传播的 传播过去的 跟波导单位长度 儲藏能量的 时间平均值的 比值 这个跟这个的 比值 作为它的定义 那现在我们看 这个我们怎么算呢 这个就等于 average pointing vector 这就是它的 它的 这个 我们说这个就是功率密度 到一个 面积激素 对这个 对这个 面来积分 ok 那么 传播的 就是 传播功率 这就是 代表传播功率的 时间平均值 那波导单位长度 儲藏的能量呢 那儲藏 它在每一个 波场里面 它 应该有 电能 又有 持能 对不对 就是这个 平均值 这先 已经先平均了 然后 对这个 area 来 激分 这是它的定义 我们现在看一个实在的例子 现在计算 吴耗笋 波导中 tm n波的 能量 输送速度 我们先看看 它现在要 叫什么 计算tm波 这个n 就是代表 123456 那我们就把 它的 向量形态 先写出来 向量形态 就等于 它的界面上的 向量形态 乘上 纵向的 这个因子 就变成这个 就变成这个 OK 那于是 它这个 它真正的这个 电磁波 它的这个 向量形态 这个是有 方向在里面 这个是 没有 这个只是分量值而已 好 那么 电场 本来这个 应该 这个向量 有 Z 我眼睛没有看到 这两个分量 都要写出来 因为它有 这两个分量 这两个分量 加起来 就是 这一个向量 因为它有 两个分量 H呢 它只有 这个分量 对不对 好 等于 我们要用 这个 要用这个 複数的 向量 要用複数的 这个 波音体向量的 平均值来算 所以我们要有一个 H 的 start H 长 它的 Complex Conjugate 所以我们就把 这个 Complex Conjugate 先写出来 那 Complex Conjugate 就是说 这些地方都变成 负阶 负阶的地方呢 就变成 正阶 于是 我们就看 这个 Pointing Vector 它的 Average Value 2分之1 Real E cross H star 那 我们就把 那两个 这两个 Cross 这两个Cross 就变成 这样子的 两个分量 好 这两个分量里面 我们现在要取 Real 而这个 仅仅是 只有 Imaginary 所以我们不要了 所以只剩下这个 这个就是 它的 功率密度的平均值 然后这个 Pz Average Value 就朝这个方向传播的 这个 功率 它的 时间 平均值 就等于 这个 乘上一个 Dot 就是 S Dot Ds 好 那么 那 这个 这个 就是 这个值 方向是 Az 那 Ds 呢 因为它是 朝 Z方向传播 所以它的 Cross-sectional area 就是 Dx Dy 方向是 Az B的方向 所以 这两个 Dot 以后 它就 变成 这个 常数向 我们可以提出来 提出来 那就 变成 这两个 那么 我们就 把这个 X 从0到1 好了 我们就把它去 Normalize 就当作1 那这个是从0到B 0到B 于是 这个积分机 出来 它就是 这个值 这个值 好 那现在我们要计算 这个 除常的 平均能量 电常的平均能量 就是这个里头的电厂 Dot 电厂 就是它的 能量密度 能量密度 本来这个是 瞬间值 我们取 Average Value 这个都还在 E.E 取 Average 就是 2分之1 Real E.E Complex Contribate 好 那么我们把这个 这个值 啊 呃 写出来 啊 它就是 这个 1 照着这个就等于 1 大小的 平方啊 对不对 1大小的平方 那么就 就是这个值 1的值 这个 是两个component 两个component 那么它大小的平方呢 就是等于 这个平方 加上 这个平方的值 OK 这个平方 加这个平方的值 OK 这个平方 加这个平方的值 好 那么磁场也是一样 磁场 这个电场 还没有稍微 好 我们现在把这个 单位长度里面 到底有 长了多少 平均的能量 就说 你那个Cross-section 再乘上一个 一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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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 那么我们就得 这个 乘上 Dx 在这里 Dy在这里 倒是Ds 对不对 好 那么我们把这个 按照这个积分 我们就不详细积了 你们回去 自己把讲义 仔细看一下 得出这个值来 那么能量啊 其实啊 磁能 磁能 我们可以用 用这个来 来做 磁能 其实就跟这个一样了 二分之一 二分之四分之一 它本来是二分之一 mu h 平方 二分之一 mu hh dot h 那么 我们取它的这个 平均值啊 就变成二分之一 这个 所以在这里 就变成四分之一 就有了四分之一 real 这个 这个我们还是一样 你把这个值 h 都是h 带进去 就变成这个值 然后呢 这个 也是照这样子的积分积出来 等于这个值 所以说 磁能跟电能呢 一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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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这个 加起来以后 就变成两倍 两倍的这个值 两倍 所以带到这个石子里面去呢 带进去 这个是带到这里 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值 于是 把β的值 我们现在 那Omega β K 这些 前面我们都讲过 它的相关的这个量 带进去 就可以变成这个量 我们这里不仔细去 就带它了 那这个量就是等于什么 group 等于它的group velocity 所以我们看这个 为什么我们用能量速度 来代表它的group velocity 为什么可以这样 因为 它的大小 就等于这个 就等于这个 就等于group velocity 所以这个是 用能量的传输速度 来代表它全速的传播速度 因为你 用这个没办法算 这个各成分波都不一样 那再来我们去看 平行版波导中的衰减现象 它的衰减呢 是有两个因素 第一个因素 第一个因素就是 波导内的界电值 它不是一个无耗损的界电值 是一个有耗损的界电值 有耗损界电值 就是说 这个界电值不存 它还有一些导体的杂质在里面 它会漏电 那么如果有电磁波在里面传播的话呢 因为它 有电阻啊 所以会消耗电 另外一个就是导体壁 不是理想的导体 我们所用的 这里所说的导体壁 都是理想状态 就是它是一个perfect conductor 但事实上它不是perfect conductor 不过 实际上的影响呢 非常小 就是说这个导体啊 虽然不是perfect 但是它的影响都非常小 所以它就不会影响到横向的磁场 因为在导体里头啊 横向的电场跟磁场 在导体 我们现在讲的是 横电波 横磁波 所以它的电场跟磁场 是一种横 横向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这个耗损都很小 所以不影响这个 那么它为什么会有摔减呢 是因为啊 它的传播长数 出现实数部分的摔减长数 我们倒塌的这个 这个传播长数的时候 出现有 有十数项 所以 使得 波 产生衰减 所以 它的衰减长数啊 衰减长数呢 因为 有 有 有两项 对不对 这个是代表conductor 它不是理想导体 这个是 界电子 它不是理想界电子 所以这个为耗损界电子的摔减长数 alpha c 是非理想导体 破壁 的摔减长数 现在我们就分别讨论这个 这个 我想我们 不要去仔细躺 因为我倒得很清楚 各位 顺着这个 去看 应该都没有问题 因为我在这里倒啊 还是 我们投影片 只出现这一部分 前后 前里 都没看到 所以 倒出来呢 你一定 听不太 不太清楚 那我们就记得 alp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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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alpha d alpha呢 平行反坡倒的 衰减长数 我们有这个 九章四十八十 它的衰减 前面我们讲过 一般的特性里头 讲过这个 这是第九章 第九章 我们也讲过这个 那么 它这一项是r r呢 就代表这个 是导体上面的 这个g 是代表漏电的 所以它是代表这个 alpha d OK 那我们就把这个 写成 这个样子 这个可以画成这个 我就不去画它了 我就不去画它了 好 然后我们呢 就把这个g 前面我们讲 transmission line的时候呢 g等于这个值 r0等于这个值 这两个 带到这个里头去 r0跟g 带进去 我们可以得到这个值 以后我们要知道 alpha d呢 你就 记得它是 要记得 你就知道 可以翻 资料 它就是等于这个值 OK 好 那么 如果是 如果戒指中 耗损的 是耗损的话 那么我们可以把 虚数部分 因为它这个是 它这个是一个 倒体的ipsule 那现在我们可以变成 这两项 那其实就是这个东西 就是这个东西 那么sigma呢 就等于这个 于是我们就把它 sigma 带到这个里头去 好 alpha d 就等于这个 OK alpha d alpha d 然后我们现在就要看 alpha c 好 在第九章里面 讲到这个 r等于这个 带到我们现在 rc这个值里面 我们可以得到 alpha c等于 这个 好 我们就记得 记得 记得这两个东西 OK 仔细的东西里面 就按照我的上面去 讲义上面的步骤去看就好 你看这alpha d 它的值跟频率无关 alpha c呢 它跟频率有关 它跟频率的平方更成正比 那就是说在 介电值里头的 这个衰减常数啊 跟频率没有关系 你频率是什么 无所谓 它都是这个值 但是这个 在导体b上面的 那就要看你的频率是什么了 跟频率有关 好 现在我们再来看 当 sigma approaches zero 的时候 就是 它变成一个 纯的 界电值的时候呢 alpha d 它就不会 不过在里面传导 不会 不会有衰竭 我们再看 alpha c 这一部分 如果它也是一个 纯的导体 就是 sigma c approaches infinity 这个也是零 所以 所以在理想状态 你的导波管 管B 也是理想导体 当中的界电值 也是理想的界电值 那么 就不会有衰减产生 好 那么我们现在 就看这个tm波的衰减常数 tm波的衰减常数 tm波 tm波 我们看它的gamma 是等于这个 gamma 等于这个 好 那么 y 我们提出一个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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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东西就是 我们一个平方 mu epsilon 减掉这一项 提出来 剩下的 可以画成这个样子 自己去画一下 好 好 那么现在我们假设 这一项 这一项 圆小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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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东西 这一项 小的 非常非常小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用二相式定理把它展开 展开 OK 变成这个样子 展开 我们就可以把这一项 这个东西 就是说这个 是等于 可以把它写成这个 然后把 把这个东西 带到这个里头来 我们就得到这两项 得到这两项 OK 好 它实际上是等于 这一项 加这一项 我们不仔细倒 你等等我们注意看这个就好 gamma d 和α d 和α d 等于这个 α d 好 那么β是这个东西 所以当m tm波的频率 你看 它这个 因为α d跟 跟f有关 这个时候跟f有关 tm tm mode的时候 衰减常数 就是说 d f增加 f增加 f增加这项越小了 这一项就越大了 因此这个 α d 就 就变成 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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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那么 就是说 以后我们 要 要 就是说 这些过程 我们都记不住了 那么你把这个 你知道有这么一个东西 欸 你就 将来用到tm mode的话 摔减常数就是这个 因为非理想导体 平板 刚刚那个是什么 刚刚那个是借垫值 好 现在我们看这个平板 平板 导体平板 摔减常数 我们可以用我们 第九章讲过的这个 传输线的这个 α d OK 好 那么 我们现在就看看 tm mode里面 这个我们再处计一下 tpz 就是流经 宽 为w 的平行坡导 界面的时间 平均功率 啊 流经它的平均功率 欸 这个 二导体 的 plz 是二导体 平板 每单位长度 所耗损的时间 平均功率 这个笔子就是α 我们可以用这个来算 我们可以用这个来算 那你要算这个的话呢 你要算这个功率啦 那一定要 1 1的 y分量 h是x分量 那y cross x 才会等于z方向 所以要用这个 OK 这个 我们现在没有把 complex country 给求出来 因为它很简单 我们随时在 在变化就好 所以pz 就是它的 平均功率 对不对 平均功率 流经 宽为 这么多界面 w宽的这个 波导的平均功率 它就等于s average 到这个 s average 就是average real e crossh star 那我们就把这两个 cross 这个 cross 这个star 它的complex conjugate 然后 就是z方向 它是y w乘dy 因为它宽是w 那么 所以啊 这也是z的方向 所以这两个dotted 就是这个值 那么 我们现在就把这个 积分一下 因为它是dy dy 就对dy来积分 那我们就 要用跟z无关了 用这两个就好 好 照这个提出来呢 它就是这个值 我就不去仔细讲了 好 那么这是由这个 边界的这个 就是连续条件 那么n2是代表 就是我们管b是 导体啦 所以它 它 朝 朝外的方向的是 n2 就是 朝那个 界电值的这个 方向n2 我们可以 我们可以 求出 上面这个b 跟下面这个b 它的h值 可以求出来 我们就把它带进去 就好 于是呢 我们就得出 j j 它是 朝z方向的 这个current density current density 因为j 朝这个z方向 移动的 我们先求一个 因为另外一个 跟它 有关系 所以我们就 先用这个 来做 先用这个 来做 这个是它的 大小 这个只是它的 大小而已 大小 那么 它的大小 用这个 因为它的方向 是朝z方向 流动的 z方向 流动的 这是h 这个 这个东西 它是朝z方向 流动 current density 那么 因此呢 你取它的 这个 这个 跟这个 是一样的 你看 这个跟这个 这是0 这个是b b的话呢 这个0 这个就是0了 这个就是0了 这个 就是说 这个face 其实不要写 它是绝对值 这个只是 一个face 一个face而已 所以呢 它绝对值 只有前面这个 绝对 face就不算了 这个也是一样 这个也是 这个可以不要写 因为这里写了 这里可以不要写 那么 得出来 因为这个跟这个 都一样的 那么大小 这是大小 其实这个正 一个正 一个是负的 那我们得出来的大小呢 就是这个值 the current density 好 然后我们再把它带到这个 因为你要 我们现在要算它的耗损 的界定值 那两个 因为它是两片导体 所以呢 那两片的w 乘上一个 这个值 所以 alpha 把这个 跟p 跟pl 跟这个 跟这个值 一起带到这个式子里面去 我们就会得出这个值来 alpha 就是这个 这个 这个也是在我们 第九章讲过 把这个 rs值 带到这个里头来 啊 我们就得 alpha c 是 这么一个值 这个很 很 很麻烦 对不对 你 我们画出曲线来 就是这个 tm模式 是这个 tm模式 底下我们看 t1模式 就是这个 平行版 t1模式 衰减常数 alpha c 它还是用这个公式 这个是在我们在 传输线 第九章 传输线里面 所讲的公式 那么因为这个推导 比较麻烦 比较麻烦 那我讲义上写得很清楚 那各位就看讲义 我就把这个结果呢 把它写出来 alpha c alpha d 是等于这个东西 那么 alpha d呢 就跟tm模式一样 alpha d 还是等于这个 跟tm模式一样 ok 好 那么 像这个东西 你 我们知道就好 啊 用的时候 我们再去 再去查就好 ok